那我们要完成刚刚的动作的话 基本上 当然如果你要从头到尾写程式 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 不过至少我们有部分 是可以用录制产生程式 我有讲过嘛 因为VBA的最大的特色就是说 它可以自动帮你写程式 这个是其他的语言没有的一个特性 其他的语言没有这么棒的功能 还可以帮你把程式写完 然后但是你特别 但是你的角色变成说 以前要去写程式 现在变成要去 修改程式 然后再加一些回圈进去 就可以达到我们要的目的 所以我们今天 假如说我表单部分 最后再做好了 假设我今天只是 第一步先按照业务别 业务别按下确定之后 按照业务去帮我分类 然后再来再去改成别的类别 那第一步怎么做 首先的话 各位可以参考一下 云端白板上面的画面 云端白板上面 第一个就是从那个问题九里面 然后几个动作大概看一下 这个问题八 那有些没讲到的 我想各位也可以试试看 试试看 那这边的话 比如第一个 第一个画面 我们等一下先产生一个这个 快速分类的一个程序 那这个程序里面要做哪些事情 基本上就是一 复制工作表 那怎么复制 那就可以把它录下来 移除重复 然后再来就是怎么样呢 这个回圈是最后再加 也就是说我要新增一个工作表 然后因为我移除重复之后 比如说有六个六个业务人员 那我要产生六个工作表 那六个工作表要做哪些事情 就是根据筛选 就是移除重复之后六个工作表去查出来 查出来之后的结果 或者把它贴到那个工作表里面 所以呢 这边需要会有个回圈 需要有个回圈 那回圈我怎么知道 从哪一个工作表到哪个工作表 这边的话就可以加一个for i等于2 因为我必须 这个从第 筛选出来第一 第一是那个栏位名称 所以我从第二列开始 一直到那个 就是Range C1 最后一个最后一列 因为我不知道到底有几个业务人员 所以我可以用这个方式来做 但是我怕说什么 因为现在should要切来切去 可能会担心什么 我不知道是不是在第一个 第一个 所以我用should1 那因为我复制的时候是before before是什么 第一个啦 复制到第一个去就对了 所以会从第二列 一直到最后一列 然后呢 分别新增第一个 add的一个什么呢 一个工作表 那工作表名称的话呢 就是should1的什么呢 第一 i的话是2 第二列 第二列里面的C栏 其实就是业务人员的名称 然后再来什么 筛选 筛选是根据什么呢 根据 在问题切换到问题9 然后呢 点C1一下 并且把它怎么样 做autofilter 就是筛选 这个部分其实就是问题9里面的东西啦 然后再来怎么样呢 根据第三栏里面 条件的话呢 就是什么 条件就这个 前面记得就加一下should1 为什么 因为担心说将来呢 你没有办法去取得正确的那个 我们要查询的名称 所以在前面加一个should1 然后再来就全选 全选这边会有两行 因为Ctrl-shift加end 好像在这一题上面不太OK 所以就向右向下 就OK 然后复制 在选到要贴上的那一个 那一个功能